32岁的文姬从美国留学归来 进行着一家美术学院 虽然年过30依然单身 可她的私生活却并不孤单 只要一个电话打过去 家规一定会第一时间赶来 他们并不是恋人 只是在彼此需要的时候互相慰藉 既没有婚姻的束缚 还能享受男女之欢 虽然在文明社会院中 这种关系并不被提倡 但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 文姬也开始担心起自己的未来 哪个女孩心里不会渴望完美的爱情呢 她幻想着可以遇到一位白马王子 她可以没有钱 没有地位 只要她真心呵护照顾文姬 她就愿意与其同甘共苦 一起打拼美好的未来 心里黄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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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一位白马王子 已经算是大龄圣女 自然也逃不开逼婚 为了换回难得的清京 她答应了母亲的安排 和一个完全没有感情的男人定下婚约 眼看结婚的日子越来越近 她却有了意外的发现 在学生们对着雕塑练习素描的时候 一个男孩却总是偷画老师 文基对这样的事情并不陌生 她知道刚刚进入青春期的男孩 总是会对身边的女人产生兴趣 尤其是像她这样 具有成熟魅力的女性 文基对性质并不抵触 也不在乎对方是什么样的男人 于是她把男孩叫进办公室 开门见山 直接让她用自己的身体当模特 文基不容分说 开始脱衣服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男孩却一口拒绝了她 文基看着男孩离开的背影 回想起自己的老师引教授 就在她探望老师的时候 没想到却看见 她正在和自己的学生亲热 她对这一幕并不陌生 在还没出国的时候 自己也做过同样的事情 她这次去找尹教授 也无非是想解决生理需求 然而 就在她准备宽衣解贷时 却被一阵敲门声打断 男孩把她接上车子送回家 可让文基感到意外的是 她竟然做出如此深情的表白 十年前 那时的他们甚至还不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 对爱更是一无所知 刚刚九岁的竹文看着台上一袭白讯的新娘目瞪口呆 这个女人就像天仙一般住进了她的心里 竹文一直收藏着那张婚礼上的照片 他发现老师竟然和照片上的新娘如此相像 他想让老师为自己穿上白纱 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从那天开始 竹文几乎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 他总会在不经意间给老师留下纸条 上面写满了关心与体贴的文字 文几开始注意到 竹文的表白并不是随口一说 而他也被竹文的真情所感动 但他很清楚 这种事情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当时的竹文是年轻人 然而即便是在文几拒绝之后 竹文依依旧没有放弃 文几也终于把持不住 可就在此时 一个女孩突然闯了进来 房间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 那天夜里文几彻夜难眠 此时尹教授因病去世的新闻 突然映入他的眼帘 第二天他去参加教授的葬礼 然而此时的他却并不知道 这个和自己藕断丝连的男人 竟然就是朱恩的爷爷 他并没有出席爷爷的葬礼 而是趁着白天的时间 自作主张去拜访了文几的未婚夫 他恳请男人 退出这场爱情绝竹战 把文几留给自己 未婚夫的反应并不激烈 只是希望在婚礼之前 他能够把这件事处理好 而情郎家规却对朱恩产生了好感 甚至还劝说文几 要不要试试和他交往 当天夜里 文几把朱恩请到自己家享用晚餐 期间还不忘问起 那个对他念念不忘的小女生 朱恩坦言 女生已经对自己表白 但他也婉言拒绝了 文几很好奇 为什么朱恩对自己如此死心塌地 朱恩对他说 这一切都是奶奶的教诲 他记述了奶奶的话 也认定文几就是自己一生的挚爱 所以才会如此坚持 如果说还有其他理由 那就是那张照片上的新娘 她的结局 成为了朱恩一生的阴影 女人把塑料管插进排气孔 然后把管道引进车里关上车门 洁白的婚纱被车门剪成两端 女人在密闭的车里 渐渐失去意识 朱恩回忆着当年的往事 那位新娘甚至还没有完成仪式 新娘官就当着所有人的面 抛弃了她 她发誓 以后绝不会让自己的爱人受伤 更不会因为任何理由而抛弃她 第二天早上 外面的血已经积了厚厚一层 朱恩早早赶来为文姬清理汽车 为了再次表达自己的真心 她不顾冰冷的空气 坦然脱去上衣 她已经把文姬的头像刻在了自己的心口 她终于不再拒绝朱恩 开始尝试和她一起生活 他们一起聊天 一起采购 一起吃饭 一起缠绵 然而时间的指针 再一次让文姬感受到现实的力量 母亲的催婚电话再一次打来 眼看叫到结婚的日子了 她真的不能和朱恩在一起 婚礼当天 文姬一身盛装打扮迎接宾棚 而朱恩也穿上了西装前来赴宴 数日未见的两人 一下子激情爆发 抛下所有一切躲进储物间 举办了一场只属于他们的婚礼 婚后的文姬很快再次陷入单身生活 她和丈夫的婚约 更像是一纸合约 只是为了表达对文明的顺从 她仍没有放弃对朱恩的依恋 然而这种生活状态 显然是被别人所不齿的 于是朱恩的小女友再次找上门来 不由分说大打出手 她对朱恩的迷恋 就像朱恩对文姬一样 已经到了不可分离的地步 为了抢回心爱的男人 她也可以不顾一切 还好人归及时干刀 才避免了更大的伤害 而看到自己闯了祸 女生这才回过神来 两人一起把文姬送到医院 女生还不断叮嘱 千万不要告诉朱恩 否则她绝不会原谅自己 可就在她准备离开时 正巧碰到朱恩进门 她没有理会女生愧疚的眼神 静止走向文姬 看到眼前的一幕 人归也知道 该是自己退场的时候了 女生的突然出现 让文姬明白了一件事 她和朱恩的关系 永远不会被世人所接受 而朱恩温柔地抚慰 让她看懂了自己的内心 她已经无可救药地 爱上了自己的学生 为了守护这份不被认可的感情 他们在一片芦苇丛中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以自己的方式小事所表达 真爱永远不会妥协 感谢观看